同样也是很励志 看到这是烘焙老师李美华 因为下肢有缺陷 所以他更知道生肠朋友 在求职路上的困难和不易 特地跟爱无爱协会 一起来到了 弹子综合福利服务中心 举办烘焙的课程 教授14位生肠朋友 如何制作米果 学会了一技之长 未来可以自己贩售 也鼓励他们勇敢地走入社会 将米香新人条蔓越莓道路碗中 放到磅秤上测量重量 麦芽就是融合 另一头则是将麦芽和油 到入锅中加热 准备和米香拌炒 爱无爱协会为了让社区民众 和生肠者交流 来到综合福利服务中心 举办烘焙课程 活动就是要达到社区融合 让社区民众生育障碍者 一起在这边社区参与这样子 那今年就带入烘焙 参与这个社福体验 就是之前没有这种经验 所以想说可以来试试看 有比较了解 因为我们是有带特教班孩子 所以我们就比较知道 怎么跟特教班孩子互动 20位学员齐聚一堂 包含了14位身心障碍者 而负责教导的烘焙老师 李美华本身下肢也有缺陷 为了培养一技之长 养家活口开始学习烘焙等技能 正因为知道生肠者 在求职路上的不易 因此来到社区内教导烘焙课程 透过自身经验带给有相同处境的生肠者们 有更多信心 也和一般民众相互交流 达到社区共融的效果